酒吧健身中心和器院等场所 星期五凌晨12点起可以重开 其中酒吧的掃烧比食肆盐 只可以坐一半客,四个人一台 健身中心就出入都要戴口罩 曾荣山和桑梓找他看过 过百人的酒吧和乐队群组 令全港酒吧删除一个几月 冷桂坊冷冷清清,现在终于可以重开 中华很少可禁证 还有之前始终南桂坊中过几次招 暂时就不会了 真的想看清楚会不会有新增个案 I'm excited for tomorrow night I'll go out after work I was going a lot before the coronavirus started and then I stopped obviously But I feel like because we haven't had any local transmit cases in over 14 days, it'll be okay 有酒吧餐厅这一段日子都关了吧台 少了很多人来 食市最多坐八个人 但酒吧限制又有不同 只可以坐一半顾客,四人一台 不可以有现场音乐表演和跳舞 饮食以外要戴口罩 健身中心亦都一样出入要戴口罩 但是做运动的时候就可以脱下 踏正12点,健身中心都开得回 整个几月没做运动 穿着制服,漏夜都要赶迷糊 他原来是10年的老顾客 夜晚回归联工就立刻最主要是继续来 是呀,今天当是打卡过来 始终都差不多整个几月没了 没什么怎么做运动 这么久没做,他说绑和他说了有什么变化 两公斤左右,现在就一块脂肪包住了 很开心的,好像在沙漠找到一个水源 做运动是每一步一步踏上去的 在公园做那些绳子,做绳子完全是原地踏步 重开都有条件的 例如器材之间吊着膠板做间隔 提供结手液等等 要求每部器材1.5米 其实可能性就很低 我们就会选择立刻去想办法 去做些间隔 例如我如果要购买或订购间隔回来 它给两三个时间,我们都没什么可能的 所以我们都可能是DIY了一些间隔出来 其他七类场所包括 戏院、美容院、游戏机、中心等等都可以开 不过夜总会、卡拉OK、排队房间 就要继续闪门 有线电视记者 庄智雯报导 有线新闻